眼前这个男人原来要继承一国之王的王位 可是却惨遭篡改 不但被打入地道 还被特殊的锁链 限制自由 难道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连生竟被一位奴隶少女 沙拉夏给改变呢 男人名叫萨乌拉 他的日常吃住都由沙拉夏负责 因为被人背叛 本对任何人都失去信任的他 却被沙拉夏的揉络 产生怜惜 每次沙拉夏送饭 都会指导他暗受魔法的使用 两人的关系也在日进增进 最终萨乌拉找到机会逃脱 也绝对的实力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帝国 并与整个世界对抗 灭掉了苏格国家 夺走了数万生命 但也有更多的生命被拯救 因为沙拉乌所到之处 均是寸草不生 被喊兵冻结 后被人们畏惧 而称之为明王 而陪伴在他左右的沙拉夏 与明王结成伴侣 被能称为明父的魔女 可生老病死是永远无法逃脱的法则 好在沙拉夏转世后 能就保留了前世的记忆 也很幸运地在这一世以静男的身份 重新遇到了明王的转世 朱叶 只是不同于静男的记忆觉醒 朱叶的前世记忆 被能有益封印 导致朱叶对前世的记忆模糊不清 从而没有认出眼前的少女 就是自己愿与整个世界对抗的欣赏人 这一世的朱叶在七岁 就成了孤儿 为了不给摄像自己的孤父夫妇 造成经济上的负担 并来到亚中学院就读 这是一所专门把带着前世记忆的转生人 培养成救世主 来对抗异端者的特殊学院 近来家中富裕 从长更是学院理事长 在为入学就受到了专业的训练 以至于入学后 变成了亚中学院拥有最强黑模的人 表面平级与朱叶一样是D级 但实则却是A级 不过能清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朱叶竟是带着两个前世转生的太古之龙 以至于一位名叫早月的先生 在入学仪式发现朱叶就是自己要找的哥哥弗拉卡 朱叶的另一个前世是建胜弗拉卡 原本只是一个小国的王子 却拥有超强神力与爵士武艺 以一级之力与暴力的帝国 对抗数十年之久 并成功将帝国瓦解 最终由于能力太强 被人忌惮 从而对他妹妹下手 导致弗拉卡与过去的伙伴为敌 将整个世界都切成了碎片 这两份情感即便转生却并未消失 而对于前世的建胜记忆 朱叶还有些许印象 以至于早月的主动 让他还有一些理解 但关于静来 朱叶却根本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喜欢自己 不过对于静来来说 只要能默默守护在朱叶身边就好 所以他并没有跟朱叶讲起 关于前世的事 而那深情异问 则是解释自己认错了人 看着早月与自己的爱人 独交似机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只因为他背后的家族 让他注定无法入院 可只有发生的事 逐渐让静来的内心 开始无法平静 就在刚才 朱叶找到学院高年级的学长挑战 因为早月在入学第一档课 就觉醒了神力换装 自信爆棚的他听不惯学长那些粗鄙之语 竟大骂他是垃圾 没想到学长竟也觉醒神力 并向早月发起挑战 性格高傲的早月自然不甘服输 即便老师犹豫劝阻 却还是执意应战 最终不敌学长 而被对方狠狠修弄 这件事对早月打击挺大的 而朱叶为了替早月出这口气 竟在没有觉醒神力时 就来跟学长挑战 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飞 最后更是被踩在地上 狠狠嘲笑 早月看到后非常着急 可竟然却一点都不着急 那对朱叶只有绝对的信心 当年在地道时 他们受到的折磨可远不止这些 被踩在脚下的朱叶 开始不断浮现许多箭声的记忆碎片 早月一旁的呐喊 让他更是想起了前世与妹妹的誓约 白随早月最后一句呐喊 只要赢了我就闻你 朱叶终于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从而决心了前世的武器 萨拉迪卡 以绝对脸压打败了学长这个大击 赶那一校长目睹了朱叶的最后战斗 一眼就发现了朱叶最后打败学长的关键 是因为运用了两种力量 从而发现朱叶太过知懂了身份 并将他拥有两个前世记忆的事 告诉他 只是朱叶对另一个前世 没有任何头绪 而朱叶也被实战部队的队长石洞 邀请加入 在讲求今的诱惑下 朱叶激动地立刻答应加入 对其没有兴趣的敬赖 则是因为朱叶的加入而加入 而早月因为实力不够而被拒绝 这让他特别伤心 不过为了庆祝朱叶加入实战部队 早月在一次放假时 邀请静奈一起逛街 帮他挑选送给朱叶的礼物 可这次外出却并不太平 因为大地突然破裂 湖水开始翻涌 一条巨虫从湖面钻出 他瞄准了地上哭泣的男孩 早月第一次遇见异端者 纵使自己一下子不能动弹 也没有逃跑 他召唤出武器 划破了巨虫的皮肤 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 给男孩家长救出孩子 争取了时间 而近来也召唤武器开始涌唱 但只能拖住一时 趁这个空气向学校发出了求救 而巨虫在这个时间段 竟生出了九头 近来一眼认出了这只多头种 是属于级别较高的一端者 早月手无足措 正当他被攻击的时候 近来扑倒了他 自己却受到九头虫的攻击 身体开始湿化 眼下他们只能击倒出原队 迅速赶来 可事情却有些出乎意料 队长石洞在综合考量下 认为九头虫不是他们 所能招架出的一端种 最少需要一百人才能打败 于是向他指令拒绝支援 这一幕让朱叶想起了 当初自己父母抢救时 他却无人为力的场面 他不想让自己后悔 为了支撑人前往战区 在早月他们快要支撑补助的时候 拦下了九头虫 朱叶敏捷地穿缩在九头虫的身体之间 但是却无法达到他 关键时刻 近来开口提醒朱叶 还有另一种力量 在这危机时刻 被封印的记忆似乎松动 朱叶想起了关于冥王的写取记忆 与剑身的战斗风格不同 冥王的能力是暗术 与近来相同 想要发挥暗术的全部能力 需要永畅 最终使出了第五阶梯 黑神地狱 召唤出降魔黑剑 将九头虫打血八块 近来身上的石化部分 也恢复正常 经此一战 早月凭借灵魏不缺的资格 成为实战的预备队员 男后朱叶达到了高级一轮者 被S级六头领之一的爱德华盯上 对方特地来测试一下朱叶的实力 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 因为朱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面对爱德华的沼茶 早月很是不满 只有近来冷静地表示 朱叶会在最短时间内成为S级战力 目前整个世界只有六个S级 虽然这是一份浓郁 但一旦被评回S级 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 将会成为国家的秘密武器 所需要面对的异端中 也会变得更加可怕 而关于冥王的记忆 这是第一次决心 在草地上休息的朱叶 又一次梦到了关于冥王的记忆 并且还想起了名副的魔女 只是他并没有看清魔女的长相 但那触感却让他有些意犹未尽 醒来后发现近来竟在自己面前 理科害羞 夜晚 朱叶受到了近来哥哥邀请 去参加晚宴 木蒂竟是想要把上次 打败九头虫的功劳 挥贡于朱叶自己 这样就能成为S级 九世主之一 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差事 朱叶从他人口中听到近来的哥哥 一直都将近来当成工具 所以只表示 一端者是他们三人联手打败的 等晚宴过后 被送回家的朱叶看到后面有人跟踪 于是借口让司机把自己放在路边 等司机走后 他能跟踪的人出来 对方直接变身 召唤兵器 还把他的高点打落 于是朱叶也开始正面对抗 争斗过程中却发现 对方是女生 女生四十激怒 开始痛下杀手 朱叶见状开始涌上反击 对方不敌 最终逃走 而李治长想当朱叶成为S级的心 还没死 竟逼迫进来去英国本部留学 这意味着他要与朱叶分开 可他从来不敢违抗家族 买完心事的竞乃来到学校 看到早月与朱叶的亲密模样 不禁伤感起来 决定答应留学的事 得知此事的朱叶知道缘由后 闯入竞乃家 这样一来理事长目的达成 就不会让竞乃去留学 所以朱叶带走竞乃 让他自己决定人生 为了抢回自己的妹妹 李治长委托爱德华抓回竞乃 爱德华拦截了朱叶等人 双方展开对战 朱叶虽然成长得很快 但是对于S7的爱德华 即便朱叶开始涌畅 他是因为速度太慢 被击飞 关键时刻 十岁的摩叶及时出现 将整个比试场地 放出了防护罩 使他们在打斗过程中 即使受伤也会很快修复 在这样的保护下 朱叶放手一波 竟然真的刺伤了爱德华 这也让爱德华动用真正的力量 无论怎样进攻 对方都毫无破绽 想到再这样下去 竟然就会被他们带走 在关键时刻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前世 冥王的身份 以及自己的爱人 就是静乃转世 至今他飞升到高空 开始涌唱 第八阶梯魔法释放而出 并封了整座散脉 包括爱德华 爱德华因此散敗 而承诺静乃留学的事 一笔勾销 不过攻击朱叶成为第七位 被囚禁的怪物 在进行试之后 朱叶和静乃也终于互相坦白 不懂李早月自己讲出身份 他更希望朱叶自己想起 毕竟是他释放了本事奴隶的自己 所以有义务绑住自己 永远都不要离开 哪怕转世投胎 也永远不要分开 那要朱叶竞胜S级的事 却还是出了问题 因为最高层的几人 依旧不相信 他能独自一人消灭异端者 几本爱德华推荐 最终还是否定了朱叶的晋升 而朱叶等人 此时正在海边游玩 下来遇到实力更恐怖的异端者出现 高层判定 这是只有S级 才能猎杀的异端者 为测试朱叶的战斗力 几人今决定在一旁观战 但朱叶早已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在实战部队的掩护下 最终涌畅高阶暗数将异端者消灭 朱叶的晋升也得到了肯定 但在毕业之前 他们决定还是将朱叶当成学生对待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因此到来 一位白毛少女出现 竟打破了这份宁静 一见面就给朱叶写情书 被拒绝后 整个人竟失魂落魄 朱叶有些愚心不冷 表示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白毛少女名叫艾雷娜 是俄罗斯留学生 她的身份并不简单 因为不满朱叶成为世界最强者 俄罗斯分部部长雷蒂 便派遣艾雷娜接近朱叶 因为他们调查到朱叶是一位重感情的人 这是可以用来当成落点利用 可没想到却被静来事先发现 于是给她偷偷下了战书 两人见面后 静来就开始涌唱变身 而艾雷娜持有固有秘宝 雷普拉战 是一把能够拥有吞噬魔力和神力的魔剑 竟然被中伤 在被人发现之前 艾雷娜逃走了 而朱叶在前去看望静来时 也得知艾雷娜是杀手 使人魔的事 艾雷娜则猜测 自己的身份已经被揭穿 为了和弟弟团聚 她也只有完成暗杀任务 下定决心后 艾雷娜将朱叶单独约到公园 打算堂堂正正与她较量 得知背后真相的静来和早月赶到现场 朱叶和艾雷娜的对战中 一致处于防守状态 而且法帝通通都被吸走 强调自己前世 只凭借着剑术 就能抵挡千军万吗 于是这次 再次凭借剑术 把艾雷娜打得落花流水 但并没有感情杀绝 近来及时出现 告诉艾雷娜真相 原来 她是被植录虚假的记忆 根本不存在地底 知道真相的艾雷娜 结晶崩溃 被雷帝另一个效忠者 倾斩意识继续和朱叶决斗 这次朱叶没再放水 利用前世剑胜记忆 一刀劈出了体外 最后朱叶接纳她成为佳人 从此脱离俄罗斯分部 留在家中学院生活 并且决心 无论朱叶未来 将前往何处都会跟随她 为了艾雷娜 朱叶决定与俄罗斯分部 发起挑战 她在艾德华派去的后援 安其他陪伴下 来到了俄罗斯 所以朱叶抓住了分局长 并逼问她雷蒂的下落 但是朱叶发现分局长 对雷蒂相当的忠诚 纯粹来说 这所有人都不敢忤逆雷蒂 雷蒂是一个狠人 他不能接受属下的失败 以至于如果有人失败 下场就只有死 朱叶只是想来跟雷蒂讨公道 并没打算杀人 然而即便如此 雷蒂却也没有出面保护分局长 只是把他们所有人 都当成了妻子 利用家卡蒂亚的分局长 找到朱叶决定协助她 对方雷蒂的保证 在雷蒂偷弃朱叶后 静主动替朱叶疗伤 朱叶在卡蒂亚的带领下 来到雷蒂的脑巢 叶卡特林堡 双方展开战斗 雷蒂使用暗树 雷蒂使着军困住了朱叶 面对数量众多的雷兽 朱叶渐渐感到吃力 并且还要其他救世主掩护攻击 在信号早月等人通过传送门 来到了这里 爱妮娜临忙讲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将雷蒂撞在记忆的事曝光 从而策反雷蒂身边的救世主 让朱叶能够有机会勇撑 几百雷蒂释放的巨人 大战过后 朱叶与静奈单独相处时 将自己做的噩梦告诉静奈 静奈认为这场噩梦 应该与他们的前世有关 果然真正的大危机 在这时候出现 日本分部部长安东 感应到实无前例的异端者出现 每次只要有异端者出现 安东就能提前预测 并以痛苦程度判断其实意强弱 面对强大的异端者 实战部队毫无胜算 血缘也显了危机 校长也被打晕 浑死过去 磨叶临为受命 替校长打开了传送门 朱叶被召唤为血缘 在亲眼看到面前的巨龙时 朱叶竟想起了前世的一切记忆 两分前世的新上人 都是被眼前这条老龙所杀 再次见到前世的苏迪 被怒中的朱叶决定一人干掉古龙 然而古龙的目标并不是朱叶 而是早月而进来 他将他们变成了石像 这让朱叶整个人变脑 召唤霞摩圣剑 开始在古龙身上莫长皱纹 而这一举动会让整个城市 陷入毁灭 可没有人能阻止此时的朱叶 关键时刻 早月和进来前世现身 不仅帮助他们突破十项封印 而且三股力量汇聚在圣剑上 以最强姿态击败了古龙 危机才得以解除 而关于朱叶一人的危机 却还没有解除 因为朱叶和早月等人 竟开启了争宠的日子 这后宫卢诺失火 下场可比古龙袭击 来得可怕 环节 洒花 这是2015年的神奇动画 《升剑石》的锦州涌唱 它被网友调侃 成为动漫中的斯大名著 我知道不少人只是听过 但却从未去看过 可为了保护女主 化身名王 一人灭掉数个国家 为了保护女主 竟打算不顾他能性命 也要杀死仇人 不得不说 我看得超爽的 如果喜欢看《网络天》系列的人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不用听别人在一旁吐槽他 不过每次男主角打不过 就会一句 我想起来的 瞬间开罐秒杀敌人 不得不说 有些跳戏 但却又好这一口 毕竟不用但脑子看得爽翻 本来就是愉悦自我 所以我该翻的BGM 真的超级好听 近来的乖叫董事人 真的超爱的